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7年12月1号 星期五 农历10月1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昨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我市召开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 部长王蒙辉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 厦门市从领导机制 立法保障 学校教育 社区发动 末端处置等多个方面 详细介绍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验 会前 王蒙辉和预会代表实地考察了 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陪同考察 我是于2008年被列为全国首批八个垃圾分类收集示范室之一 近年来 厦门加快推进垃圾不落地文明创建和分类工作 探索出全民众参与 全部门协同 全流程把控 全节点攻坚 全方位保障的五权工作法 目前 全市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0%以上 参与率达80%以上 考察中 王蒙辉对我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成效表示肯定 他指出 厦门市在工作中所形成的强化组织领导 注重法治先行 坚持共同缔造 聚焦学校教育和完善硬件设施等做法 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王蒙辉在会上指出 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大事 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到2020年 各城市要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基本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公共机构普遍实行垃圾分类 先行先市的46个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到2035年 各城市全面建立垃圾分类制度 王蒙辉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广泛动员 群策群力 用综合的全局的思维来系统谋划 统筹协调 加快垃圾分类工作 一要把垃圾分类工作 作为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很抓落实 二要广泛发动公众参与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三要加快立法进程 为垃圾分类提供长期保障 四要抓住重点环节 做到分类投放精准 杜绝先分后混 分类运输系统健全 分类处理设施完善 五要结合实际探索创新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同时要加快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步伐 因地质疑探索出适合农村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方法 会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霓虹主持 市长庄稼翰出席会议并致词 他表示将按照本次现场会的部署 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 以更高的标准 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举措 抓好垃圾分类工作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 在会上介绍了 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验 本台记者报道 连日来市长抓家翰主持召开多场征求意见会 分别征求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人民团体 以及在下的省市级老领导等 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市政协主席张健 在下省市级老领导 邹尔军 洪永世 朱亚衍 洪华生 李秀记 蔡旺怀等 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班子成员 分别参加座谈会 在征求市人大常委会意见会上 与会人员从加强城市管理 发展实体经济 加快产业发展 提升交通管理水平 补齐民生短板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 大家认为 报告回顾成绩 实事求是 分析问题客观准确 谋划未来思路清晰 部署工作措施有利 是一个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的报告 市政协委员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人民团体负责人 从不同角度 就构建现代化产业经济体系 推动岛内外一体化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 献计献策 张健指出 报告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了中央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的部署 回应群众关切 契合厦门实际 充分体现了市政府 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在下省市级老领导 围绕强化创新驱动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加强城市管理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 报告符合老百姓的 愿望和需求 具有前瞻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张家瀚认真听取 详细记录意见建议 与大家展开交流探讨 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 他说 大家结合各自实际 提出了很多 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我们将认真研究 充分吸纳 进一步修改完善好报告 不断提升政府工作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 关心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 踊跃建议县策 共同建设高素质 高颜值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 市政府各位副市长 也分别向各区部分 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以及各自分管和联系的 部门等 广泛征求对报告的 意见和建议 本台记者报道 厦门百姓关注的 厦门市民卡APP 今天上线市运行 今后市民只要用一部手机 一个全市统一的 市民电子身份 就可以在医疗健康 政务服务 生活服务三大领域 享受便民服务 厦门市民卡APP 是市委市政府 2017年卫民办实事项目 也是全国首个推出的 以现用服务模式 按全市统一的 二维码技术规范 建设的手机应用客户端 市民只要用手机下载 厦门市民卡APP 在线注册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 专属虚拟市民卡 在医疗健康方面 市民卡APP 可实现预约挂号 在线医疗 检查检验应用 及信息查询等 我是以厦门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为试点 率先实现APP门诊 账单实时推送 医保自费费用 一键结算等功能 在医生开完处方后 病人可以在手机上 完成医保和自费费用的 移动支付 生成的取药二维码 会马上发送到 药房工作人员手上 当患者到达药房的时候 就可以刷取药二维码 进行取药 节省了等待的时间 在生活服务方面 市民卡APP 可实现水电煤气 有线电视等 公共事业费用 在线缴纳等 在政务服务方面 则可以实现 居住证业务在线办理 个人公积金 社保 医保参保 及缴费信息 在线查询 那么在政务服务 这一方面 我们首先做一定的整合 就通过一套系统 来发布相应的二维码 减少后置相关系统的 重复建设 那同时也提升 市民的这个用卡体验 通过扫 统一的二维码 能够享受到 不同的这种应用服务 此外 市民卡APP 还依托市信用信息体系 推出信用乘车功能 也就是先乘车后付款 目前已在 BLT快三线 BLT快七线 公交22路和118路 率先启用市民卡 APP扫码乘车 然后直接 它是叫做信用服 然后像乘坐公交车 它还是先 先乘车后缴费的 所以我还是蛮 就是蛮惊喜的 我们现在这张卡 其实已经比我想象中的 功能要多很多了 那么目前我们给市民 提供了就是20元的信用额度 后续我们会 这个采集更多的相关信用数据 那推进信用 在各行各业的深入应用 下一步我们会推出 信用的停车 信用的加油等等服务 下一步 我是将深入对接市信用信息体系 为市民提供 个人政务征信报告 推动信用厦门体系 各类服务 实现线上化平移 让信息化时代的高效便捷 真正渗透到 百姓生活的每个角落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 海舱区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会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提出要打造国际一流 海湾城区 实现新旧动能 有效转换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在建设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中 打头阵 会议指出 实现新旧动能 有效转换 是当前海舱发展的迫切要求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 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建设最美滨海半程马拉松赛道 另一方面 要坚持大胆市 大胆闯 大胆改 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取得的新成效 加快推进进口汽车平台建设 支持中欧厦门班列的运营发展 加快攻坚 突破一批信息化试点项目建设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 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海仓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全区要进一步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不断巩固和深化 全国首批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创建成果 推进绿色发展 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 一岗双则 党政同则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为厦门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头兵 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同安区委召开十三届七次全会 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提出要凝聚新时代价 奋力前行的力量 把赴美同安赶超发展的工作做得更好 全会指出 同安区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持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产业体制增效上取得更大进展 在产业链招商上迈出更大步伐 在优化产业载体上实现更大跨越 在创新驱动发展上酝酿更大突破 在做好企业服务上创造更大优势 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推动农民转产增收 持续激发三农发展新动力 让农民在转产增收过程中 获得更大实惠 让农村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 变得更加现代 让农民素质在城镇化过程中 取得明显提升 让三农基础设施 在新一轮建设中得以不断完善 要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中 补齐民生事业短板 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下大力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推进教育扩容体制 推动医疗服务优质便利 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要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全面统筹城乡建设 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打造高颜值国家生态区 特约记者报道 厦门关爱联盟2017年度 关爱助学大会今天上午举行 记者了解到 在厦门关爱联盟带动下 一年来我是各界 共筹集上款6000多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达97000多人 收益人数比去年翻了一番 市领导陈沈阳 陈琛 卢江 省市老领导朱亚岩 李秀纪等 参加大会 并为捐资企业颁发荣誉牌匾 为志愿服务队授齐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沈阳表示 近年来 我是关爱助学活动的 参与面授意面不断扩大 人人参与助学 全社会关心助学的氛围 越来越浓厚 希望厦门关爱联盟 及其成员单位 继续发挥平台作用 不断深化关爱工作内涵 完善服务体系 进一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 据了解 厦门关爱联盟2006年成立 目前已经吸纳了近500个 单位组织和个人参与捐资 建立了一支 由10万多名关爱志愿者组成的 关爱队伍 在厦门关爱联盟的带动和鼓励下 一年来 我是各界共筹计上款6000多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达9万7000多人 受益人数比去年翻了一番 这些点滴善心善举 不仅给了贫困学子 及时的物质帮助 更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持 贫困学生小赖 就在关爱联盟的帮助下 完成了大学学业 毕业后 她也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 来回馈社会 也许我们做不到特别多特别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能够尽自己一份力 能够付出多少 我们就努力地去付出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福建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 结果揭晓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获特别贡献奖 在颁奖典礼中 评审组充分肯定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近年来在全省率先实行专题询问 全媒体现场直播 实现市级层次预算联网监督 推动保障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地建效 同时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等突出成绩 并赞扬其为建设法治中国典范城市 跋涉探索道路 在铿锵前进中凝聚法治建设的强大力量 昨天下午副市长李辉月到市委党校座领导讲坛报告 主题是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探讨 李辉月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以生动的案例和详细的数据 阐述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 尤其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李辉月说 政府在创新方面要发挥作用 应当装好顶层设计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以及分担创新风险 下一阶段 厦门将进一步推动形成 适应创新规律的理念氛围 完善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大创新政策扶持力度 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以持续加快实体经济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极美工业学校设立的 闽南传统工艺传承基地正式揭牌 今后 这所中专学校的课程表上 将出现 七线雕刻 珠绣刻和剪纸刻 详细情况 请夏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极美工业学校设立闽南传统工艺传承基地 他不仅让七线雕 珠绣和剪纸等 闽南传统工艺或非遗项目进入课堂 还把民间大师也请进学校当老师 借鉴古老的学徒制 手把手的教学生学习记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鞠躬 乘上拜师帖 敬茶 在极美工业学校 三十多位学生正在进行一场 特别的拜师仪式 七线雕非遗大师蔡水矿 厦门珠绣大师谢丽渝 中华剪纸大师张金成 现场接受学生的拜师礼 他们送徒弟每人一本弟子归 学生们必须在他们面前朗读一段 拜师仪式才算完成 据介绍 从2012年起 教育部连续五年 将现代学徒制试点 列入年度工作要点 以推动我国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在极美工业学校看来 设立闽南传统工艺传承基地 并举行古老的拜师仪式 一方面是传承 闽南传统技艺 另一方面 也是要引入现代学徒制 倡导工匠精神 三位大师在基地 都拥有专门的教室 不过他没有黑板 没有讲台 更像是传统的手工作坊 在珠绣教室 陈列着一幅幅精美的珠绣作品 同学们正在认真作秀 高创世是班里唯一的男生 但他的手工活 一点也不比女生差 一针一线体现了绣者的耐心 就是可以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因为珠绣可以成造 更多服装的风格之类的 在剪纸教室 张金城大师正细心地指导学生 一张普通的纸 经过复杂细致的刀法 就变成了一幅幅精美的艺术品 除了天赋 更需要耐心与细心 闽南传统工艺传承基地 将被打造成为学生的双创基地 承担起大师记忆传承 推行现代学徒制等功能 三位大师每人带8到12名学生徒弟 这些学生都是从全校 300多名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 将来其他学校的学生 也可以到这里来学习传统记忆 大师们将通过面对面授课等形式 传到授业 同时也会将更多年轻人喜爱的元素 融入传统工艺中 让传统与年轻碰撞出新的火花 传统的东西 它是一种加速性的 传统的东西能够给年轻人喜欢 这个才能发扬光大 既然他们已经把传统记忆保留下来 然后用新的元素进行创作 这个就是希望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我是举行今年第六次商住用地拍卖会 位于极美祥安片区的三府地块顺利成交 其中两块商住用地的净拍价均未达到上限价 今天的拍卖会 两块商住用地均延续 限地价净配件的方式进行拍卖 各大开发商举牌较为谨慎 且报价较为理性 加价幅度不高 首先开拍的G2017P01地块 位于极美灌口北大道与新城大道交叉口西南侧 出让总计价建筑面积67250平方米 起拍价为13.45亿元 最终荣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总价17.1亿元净得 楼面价为每平方米25428元 而接着出让的位于祥安红中大道 与石错路交叉口西北侧的2017XP10地块 出让总计价建筑面积74900平方米 起拍价为14.98亿元 吸引了11家开发商参与竞拍 经过103轮竞价 最终该地块被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以总价20.35亿元净得 楼面价为每平方米27170元 最后竞拍的2017XP09地块为加油站地块 出让总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以下 土地使用权年限为40年 最终被厦门市茂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总价1.54亿元净得 本台记者报道 受印尼阿贡火山喷发的影响 我国上万名旅客被迫滞留巴厘岛 经过几天的等待 从昨天到今天凌晨 巴厘岛五莱拉机场临时恢复运营 我国多家航空公司派飞机 前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旅客 其中厦门航空派出了三架飞机 陆续接回458名旅客 现在是清晨的6点04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厦门高级国际机场的T3航站楼 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搭乘下航的MF8924航班 从巴厘岛返回的旅客 经过5个多小时的航行 最终平安抵达厦门 据了解 这趟下航航班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44分 从巴厘岛乌拉来国际机场出发 供运载旅客130人 其中外籍人员6人 受到印尼当地火山喷发的影响 这些旅客已经在巴厘岛滞留了几天 现在顺利回家 大家悬着的心也落下了 记者了解到 昨天到今天凌晨 巴厘岛机场短暂恢复运营 厦门航空公司先后派出三架飞机 协助撤离滞留的中国旅客 昨天晚上8点50分 厦门航空公司MF8190航班 顺利抵达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机上166名中国旅客 搭乘这个航班 从巴厘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另外昨天下午2点 厦门航空公司的MF892D航班 也从巴厘岛切回了162名中国旅客 截至目前 厦门航空共协助转移 此次受巴厘岛火山喷发滞留 当地的旅客458人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下市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 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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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